这沈家真的是多灾多难 两个儿子一个死 一个进大牢 那还不是沈四海的自找的 他若不是一心想跟吴伟文 争个长短 他两个儿子现在都还好好的 可他这两个儿子 倒是给了我们机会 老板 我一定要进去了 我们现在只是在帮沈家 我虽说与岳生兄只有庶面之缘 可他的才干 胸襟都让我叹负 可惜啊 这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 吴家东院至今逍遥法外 这让岳生兄在九泉之下如何安眠 沈老板 二少爷 吴伯的商剑已经痊愈了 二少爷总该回家了吧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难道他们要让二少爷在牢里 死得不明不白才肯放人 不 你们沈家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 他们这么做 难道是想要沈家绝后啊 大不了 同归于尽 神 沈老板 千万不可 你说吴卫文他身后有靠山 你一届平民 想要跟别人拼命绝对不能够 拼银子 我拼不赢他 拼靠山 我也拼不赢他 我就不信 难道拼命 我还拼不赢他吗 就算你拼命拼赢了 可到最后命没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是不是吴卫文派你了当说客 你回去告诉吴卫文 我沈四海这辈子与他不共戴天 沈老板息怒我 我与吴卫文没有丝毫瓜渴 我今天来 纯属想要为你做点什么 你什么意思 什么事 你想不想替沈月生报仇 想不想救出沈心仪 你有门路 没有门路 但我有靠山 一座足以撼动吴卫文的靠山 杜老板 如果你能够救出沈心仪 为月生报仇 我们沈家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 虽然我们沈家没有万贯家产 但只要杜老板开口 沈某绝不还价 如果我要的不是银子呢 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好 沈老板 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份决心 那这事就好办了 告辞 杜老板 你打算如何着手 三日之内 沈欣怡定能回家 老师请上座 老师 学生赵白石 叩见恩师 白石啊 不必拘礼 来 坐 老师 那袋东西您可曾收到 我就是为那袋东西而来的 白石啊 办正事之前 能不能先放了沈星怡 老师 您可知道那沈星怡 是重伤无聘的凶手 但是她至今 没有招供啊 那沈星怡从小到大 没吃过苦 挨过打 现在 不过是凭着一口闷气 撑着不认 我已经将她关了数日 这口闷气 已经差不多耗尽 我又把握 两三日之内定让她招供 白石啊 听我一句话 究竟是谁伤的吴聘 一点都不重要 这吴聘虽说是 行转痊愈 但这暴行可恶 无论如何 不能轻易放了凶手 再说 我到京阳区区数月 两桩案的都成了悬案 那我这京阳县令 岂不是太无能了 我安排你到京阳 难道仅仅是为了 做一个好的县令 你既然一心想 澄清立志 重整国威 那你就应该想到 你的着地点 不在京阳 甚至不在陕西 而是整个朝政 请老师指教 沈兴怡的取留 关系到将来的大局 所以必须网开一面 好 你托人捎来的东西 我已经请行间看过了 表面上看 它是血节 其实呢 它是染色的松香 那这么说 吴家东院的确在这 军需膏药中做了假 虽然这个标签 著名的是 军需膏药的原料 但是这个袋子呢 却是出自古岳胡家 仅仅凭这一代假血节 仍然不足以证明 吴家东院作假 但是我们可以以此为证据 向朝廷申请 重新调查 对呀 只要朝廷派一个清廉大臣 不愁找不到那吴卫文 作假的证据 白师啊 如果此案得以重启 你就立了大功了 我就可以向朝廷请功 绝不让你在限定的位置上 再受委屈 没有 老师 此话言重了 在今天 如果想做点实事 就得任劳任怨 要受委屈 您不委屈 其他人不委屈 在我看来 只要是为国为民 无论在什么位置上 都不要计较 来 你不认为是为国为民 兵费 你不认为是要资格 不管是我的学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